民进编辑部节目呢 跟吴强博士一共讨论了三个话题 那么第一个话题呢 我们是从这个王岐山的这样一个密友 董红 他是中央巡视组的副组长 那么现在他的这个事件呢 有一个最新的发展 那就是在王称的这个中纪委对他审查之后呢 在现在的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就是对他的案件进入了这个刑事诉讼意义上的这种审查 等于是从党纪阶段上升到了国法的这么一个阶段 那么从官方披露的信息来看呢 列出了这个董红的五大罪状 这是我们的吴强博士的总结 那么从他的这个事件来看呢 吴强博士认为他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事件 在毛衣上呢 这个是一个两面人的一个事件 这个两面人的这个 这是吴强博士分析 董红事件的里面呢 用了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词啊 特别注意到 目前的这个中共体制 他不断的去制造两面人啊 清洗两面人啊 形成了这种体制的无限的这种循环啊 那么在节目中特别注意到就是说 对董红的五大罪状的罗列呢 这里头没有他这个跟女人关系的腐败生活的这种啊 指控啊 这个比较罕见的 那么吴强博士指出呢 这个是两面人的这个培养的过程中呢 中共官员的某种太监化啊 宦官化的某种典型啊 典型代表 这是这个第一个解读 那么第二个解读呢 在某个意义上呢 他认为董红事件呢 跟这个朝廷的这个功农兵学员啊 对新三届学员的啊 嫉妒和政治上的啊 打压和给颜色的这个 这样一种的做法相关系 这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解读啊 另外一个呢 在往下啊 这个吴强博士注意到就是说 因为二十大的这样一个 大的事件呢 要发生啊 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中共重写了他的党史啊 那么呢 他也要为啊 政治上的这样一种 安排和卡位呢 创造条件 因此他认为啊 这个 董红的这个事件呢 也有这个二十大这样一个 卡位上的一个啊 清洗的这种意义啊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这个 从这个董红的事件看呢 吴强博士提升了一个高度 就是说 啊 他是想通过对这个 残余派系的清理呢 让那些人啊 远离这个十二大的政治安排 那么这样里头带来的一个悲哀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的政治呢 啊 不像那种民主体制 他是这个党和党之间之间的竞争啊 他中国的这个体制呢 他是这种啊 体制内部啊 对酷利们的这种啊 残酷的清洗 和内部的清洗啊 这个东西呢 啊 是一种非常残酷的一种政治游戏 嗯 这个 比较有意思啊 另外呢 他谈到 那么 董红的这个故事呢 也有一点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 莱俊成故事的这个方版啊 那么 莱俊成的故事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 就是说 这个 兔死狗烹啊 你今天整人 明天 你轮到自己要被修整 嗯 那么他指出 现在中共啊 对这个政法和纪检系统的这种 来回的内部整动啊 几乎是一个 埋完没了的一个过程啊 是一个不断清洗的过程 在中共的过去九年里头呢 虽然没有发生啊 苏联那样类似的一次性的大规模清洗 但是九年来 他不断的动作小清洗呢 相当让他的清洗的规模 也是很大了 嗯 那么最后他谈到就是说 这个体制啊 他不断的制造两面人 而且不断的在清洗两面人 这个体制就是这样一种 模式中不断的循环啊 这是第一个话题的解读 嗯 那么第二个话题呢 这个吴强博士谈到 就是这个从新疆 这个最重要的啊 具有产业优势的这种啊 这个太阳能啊 这个问题的这个多金贵的 这个美国制裁的看呢 他讲这个啊 讲到了这个产业链 在中国的这个全球化过程中的 这个啊 产业中的重要性啊 那么这个重要性呢 甚至于强于棉花 嗯 另外一个呢 这个新疆问题的这个制裁呢 吴强博士强调就是说啊 这种制裁呢 超越了这个原来的对跨国公司的某种合规性的这种要求 那么如今呢啊 这个跨国公司呢啊 提出了一个新的这个跨国公司在中国运作的一个标准 那么就是人权问题的一个标准 那等于就是说在这个全球的产业链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呢啊 开始确立了某种价值链的这个标准啊 这是这个制裁的意义 嗯 另外吴强博士谈到就是说 如果北京继续啊 在新疆贯彻这种人权的边缘政策啊 不去做调整啊 不去在新疆问题搞透明和公开的话的话呢 啊 那么西方包括美国的制裁呢 仍然有升级的可能性啊 有新的制裁的可能性啊 那么传统上呢啊 中国是想通过全球化产业链 让跨国企业啊 臣服于中国政府 并通过这样一种力量呢 来改变啊 西方各国的政治啊 里面的政策 那么从现在来看呢 啊 这个政策呢 现在面临的这个失败啊 面或者面临的失效 那么这就是多金贵事件呢 提供的这个教训 那么最后呢 吴强博士认为啊 早期阶段的全球化啊 这个在现在面临的这个新的啊 这样一个多金贵事件的这个背景之下呢 显然面临的一个全球化的升级的问题 也就是说全球化并不是面临一个抛弃 而是升级的问题 那么在这样一个升级的过程中呢 以后全球化产业链至尊 一定要考虑啊 价值链面价值链里面的人权标准 最后一个话题啊 我们关注的这个香港的这个科学家啊 管宜先生最新的这个啊 接受封华网的采访的谈发内容 以及啊 中国的这个疫苗呢 在联合国的这个体制中呢 没有被推荐的问题 那么吴强博士强调就说在现在这个时代呢啊 就是即使连张文宏这样的平时比较敢说的这个科学家啊 现在都说的少了 那么他说他看到管宜出来能够做这样的采访啊 说这样的话呢 他觉得难得啊 也非常的重要啊 那么对吴强博士来说呢啊 今天的这个话题呢 实际上跟这个啊 某种啊 清洗话题有关系 他说这个啊 第一个话题呢 王岐山的这个啊 这个门徒呢 董宏的这个事件呢 跟政治清洗的有关系 那么新疆问题呢啊 跟这个种族的清洗有关系 那么第三个话题呢 吴强博士强调啊 在某个意义上啊 疫情的问题啊 和管宜先生谈的问题呢 涉及到这个疫情信息的清洗的问题啊 那么这里面特别提到 对华南海鲜市场作为这个疫情的病源的追究啊 他们把这个东西抹掉了 这是一种清洗 另外呢 在早期对这个李文亮医生的这个事件呢 实际上也是一种清洗啊 涉及到信息的清洗的问题啊 这一个 另外一个呢 那这个吴强博士认为呢 管宜先生发出的这个信息呢 实际上在警告啊 就是说中国政府在这个武汉疫情的这个 或者叫武汉发生的这个疫情的这样一个第一阶段呢 实际上掉进了一个大坑啊 那么他希望中国政府呢 在疫苗的接种问题上呢 啊 不会再倒啊 浮测再次掉进这样一个同样的一个坑里头啊 这要积极教训啊 第三个呢 吴强博士呢 从这样一个事件里 他总结出就是说啊 中国的故事呢 实际上就是以不透明的方式 在讲故事啊 那么这种不透明的方式呢 就包括这个疫情和疫苗啊 那么这样一种中国的这个不透明的这样一种讲故事的模式呢 啊 在我们今天谈论的三个话题之中啊 都存在啊 从王岐山的这个啊 董洪事件到新疆事件再到这个疫情里头 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啊 用不透明的方式 讲中国故事 那么呢 在这样一种啊 不透明的方式讲中国的故事的过程中呢 完成了这个自我隔离啊 自我这个脱钩啊 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呢 他说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的模式啊 最终要面临的这个后果的问题 这是这个吴乔博士对今天的话题的总结啊 那么我们把这个话筒交给吴博士 看他有没有修正和补充 嗯 我想再总结一下我们这个节目 今天三个话题所谈的 其实都是过去九年 一个趋势的个案反映 那就是清洗 而且是社会清洗 它不是像当年斯大林 对政治对手的清洗 党内的清洗 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今天讨论三个话题 实际上是党内的清洗 民族的清洗 还有这个这个信息的清洗 华南海鲜市场的清洗 过去九年 我们知道中国对公民社会 对自由主义 对知识分子 对互联网 对各个方面 对企业 对各个方面都在清洗 这正是社会清洗 社会清洗 那么这个社会清洗 在未来还会持续下去 也许它就是中国特色 中国故事的最关键的地方 它是一种社会清洗 Society 或者叫Societal Purge 这么一种清洗 社会清洗的方式 好 好 谢谢 这个感谢欧香博士 最后的补充和总结 谢谢我们导播的制作 谢谢观众的收看 我们下周二 明镜编辑部再见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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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